因為大海整個是些設置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充滿面的小環環 一開始的設計是第一站 就是我們中間的設計 讓大家可以研究 共享一個懸念的地方 回到每一站都會有不同的想像 簡單的小旅行 把它串成一個公共地圖 金美老師可以算是第一次 為了我們的一個公共建設的一個捷運 做的一個全新的創作 把它立體化變成一個交錯 變成立體的一個藝術品 每一站都會有 金美老師的作品 去展現出來